晚安 歡迎收看 7月15號的台視 晚間新聞 我是舒凱文 第三輪疫苗意願登記 原定到今天下午5點為止 不過現在確定延後到 19號週五12點收單 從20號起才會開始發送簡訊 而截至到今天下午5點為止 已經有超過757萬人登記 但是過半數的民眾 還是只願意施打莫德納疫苗 不過目前莫德納疫苗 到貨量相對較少 指揮中心副指揮官 陳宗彥宣布 原定未來三週施打AZ疫苗 規劃延長 改成未來四週都只接種AZ疫苗 按照目前的預約狀況來看 如果人數沒有大幅增加的話 18到49歲 願意施打AZ疫苗的民眾 渴望在三週內都能擋到 第三輪疫苗意願登記 原定只開放到15號下午5點 但指揮中心現在要延後到 19號中午12點才收單 而禮季到15號下午5點 平台上已經湧入超過757萬人預約 但超過半數民眾仍然只對莫德納情有獨鍾 佔比把願意施打AZ的狠狠摔在後頭 不過莫粉們注意了想成功打到疫苗 原定最快8月5號有機會 但現在恐怕得再等等 暫定未來的四週都是先提供AZ 那我們當然會依照疫苗進來到台灣的時間 跟預約的狀況等等會去做一些規劃 民眾對莫德納接種疫苗高 但偏偏莫德納目前到貨數量相對少 輕壯年想儘快產生保護力 恐怕得投奔AZ回報 因為按照目前第三輪登記狀況 18歲以上勾選願打AZ的約有320萬人 估計都能成功打到疫苗 民眾對疫苗青菜蘿蔔各有喜好 但想打莫德納甚至期盼BNT的 短期內想打恐怕都不容易 解種不到